好 比賽是終於開始了 我們來看看這場比賽 來看看 藍色的重組選手 就是來自MVP戰隊的東拉庫 是存在了左下角的8點鐘的位置 東拉庫 東虎竟然用了個粉色的鼠標 真他媽騷 而這邊紅色的 神組選手 現在沒有戰隊的塔薩達 之前是NS Hossio戰隊的一位 選手 現在沒有戰隊 當然也是能夠進入A級啊 證明他的練習量還是不錯的 之前在WCS美洲區的預選擇上面啊 在 我們國家除息這一天 除息這一天 塔薩達送了一份大禮給西瓜 在大優的情況下 送了西瓜兩盤 直接讓西瓜進入到了A級 當時是看了我們都無語啊 好這邊探個路 好這邊探個路 塔薩達薩達是直接裸霜 東虎也是裸霜 狗內盤之後啊 發現東虎防狗的戰術還不錯 那就直接 裸霜來開局 東虎是直接BS開的 修地寶也修不到他 塔薩達這邊過來一看對手是 狗速開 不是狗速開 就是血池開 那就比較 輕鬆了 現在偷一點的話就直接下個B級 先看你出幾條狗 兩條 哎兩條我下個B級 對吧B級B級都下去 這就是偷一點 然後他建築學做好一點也沒什麼問題 建築學做好一點 他這什麼建築學他好像是把自己路口堵死了吧 我們來看一看他建築學他在他繞了一個農民出去這是要搞事啊 這個農民繞得好啊 看東虎的小狗能不能抓到這個繞路的農民 他路口堵住主要是你如果小狗要強吃要強穿我就在後面再補一根水晶 好像要外面要野野的陰影刀了有可能 他這個農民繞出去感覺就是野的陰影刀 又要狗了 啊啊啊啊東虎這個找的 這找的好啊 沒找到這根 這樣的話他整個戰術安排全部都亂了 這為什麼東姑那麼聰明呢?他就覺得對手會陰他 到處找 哦?塔薩達再繞一個農民出去,這什麼呀?要偷礦嗎? 好像準備直接開偷礦了 既然你不要我陰你戰術,那我就無恥偷礦 我看塔薩達的無恥偷礦啊 直接3技就點了 老子一個哨兵就開礦了,你幹怎麼樣嗎? 你打死我呀! 你來打死我呀! 一個哨兵開礦,我真的服了 這個簡直就是往死裡拼 趕緊做建築學,那這個礦算偷起來了 東姑這個時候氣都氣死了 怎麼有那麼沒有素質的選手嗎?上來這種開礦 這個時候塔薩達會不會打出一個 非常經典的多兵營呢?就是3開多兵營 好像是在補兵營了,6個兵營已經下去了 3開多兵營 疾病啊這個事,這個要把東姑往死裡捅啊 東姑現在還在補農民 如果東姑4開的話這個就走遠了 東姑如果3開爆一波兵,那效果還好一點 他在偵察,看到他在偵商量的速度還是有點虛的 現在東姑在放刺蛇塔,然後抱了一些小狗 到前面去看一眼 塔薩達停了農民 47個農民,傻爆了 東姑小狗,跑一圈 看到了,看到了,懂了 東姑懂了,現在開始刷蟑螂 我們看東姑現在刷狗,刷了一大票的狗 他要等刺蛇可能是 東姑懂了,他要一波了,塔薩達這邊 假開三礦真一波 三開八兵 大量的哨兵啊 而且水晶已經點下來了 東姑刺蛇在造,七個刺蛇在造 軍坦撲得很好,所以說塔薩達整體的一個兵力部署啊 他也看得到,小狗繼續在繞 準備要繞你的皆兵水晶 這時候塔薩達已經沒什麼機會了 因為刺蛇已經出來了 沒什麼機會了 這一波除非他的立場神發揮啊 出蟑螂的話其實 塔薩達這波還是有機會的 因為追的數量夠多 但是如果出刺蛇這個火力就非常的強了 看立場是不是有神發揮 立場革得不錯哦 革得不錯哦 東姑也很有覺悟 第一時間脫農民,他知道自己很危險 刺蛇還在,刺蛇還在 好,守住了,刺蛇還在 這根管啊,提供了大量的輸出 東姑現在刺蛇只要把哨兵點光 這樣比賽就結束了 好,現在通過刺蛇 塔薩達應該是不想退的 我覺得應該是不想退 雖然說這波被擋住了 但東姑其實只要不停的接刺蛇狗啊 一隻A3GD就好了 一隻A3GD這樣比賽就基本上就結束了 刺蛇狗,不停的A 你光靠追獵來甩這些部隊簡直就是開玩笑啊 東姑現在刺蛇沒速度 所以還要等一等 接兵會有一些問題 東姑不能衝動 小狗不能送 塔薩達出來要強吃這波兵 但是在涼望塔上面 他可能想不到有那麼多的刺蛇啊 這隻圓圓這麼多的刺蛇你怎麼吃啊 好,東姑的小狗包得非常的漂亮 我們看這個小狗包得很nice啊 刺蛇的數量夠了 現在小狗只要不停的接就好了 集計2比0 東姑非常輕鬆的是進入到了聖者組 那東姑跟BBO最終要爭奪一個出現的名額 而塔薩達和Impact爭奪一個敗者組的名額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休息一會回來看